车祸的现场一片狼藉 被追撞受伤的工人躺在路间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同是心急的打电话报案 一旁的工程车 车体被撞得扭曲变形 消防队用工具撑开车体把人救出 这辆造势的杀石车 上午10点多行经西兵公路 北上122公里 苗栗通宵交流道的时候 驾驶疑似捡东西 弯腰分心 竟然撞上前方的工程车 工程车被撞得往前 滑行好几十公尺 当时一名工人及时跳开 没有被波及 但另外一名工人和工程车驾驶 来不及躲避 当场被撞上 受伤的理性工人和王姓工程车驾驶 最后还是伤重不治 警方调查 杀石车是空车从高雄要开回桃园 经过西兵公路苗栗路段 撞上一辆公路总局第二养护工程处的工程车 当时工人在扎道进行路面修补试验 交通追斗还没摆完 就被杀石车从后方冲撞 详细的肇事经过 还要等警方进一步厘清 欢迎新闻 欢迎订阅 吴绍兴 聊天报导